记者李易峰 张华报道 好 成家立业 成年人其实为了孩子经常要买屋自住 不过最近趋势发现很多买屋 主要族群都是50岁以上半退休的人 喜欢跟朋友一起揪团来买 折扣多 志同道合 有共同兴趣 住在一起也更多的乐趣 健身房 交宜厅以及品酒空间 这些社区的硬体设施 不仅吸引一般自住客买屋 很多人更是呼朋引伴一起来购屋 专家发现50岁以上进入半退休状态的人 因为自己的事业有成 小孩又长大独立不需要照顾 开始找习和自己有共同兴趣的老朋友 住在附近当邻居 一快享受 乐趣生活 5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喜欢跟自己生活方式 思维 财富条件等等相近的人住在一起 比较有话聊 跟自己比较好的朋友住在一起 基本上我已经决定了邻居了 日后我的社交以及我的生活空间 相对的我会比较清楚我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 被称为是银群族的购屋者 生活并不无聊 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循着这样的购屋需求 有建商推出社区型的建案 以提供多元的社交空间吸引他们 50%的这样的客人都是互相介绍 那么一起来我们的这个社区 那么明显感觉就这些人都非常有成就 而且很有钱 非常讲究生活 抓住银群族想破简单生活的模式 纠团购屋以及拥有各项设施的建案 可能是未来新兴的购屋趋势 记者综合报道